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闻追追追 我们再来对建设对司会对教队 我是齐凯 我是安右琪 先为你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政治评论员胡忠信 主持人 大家好 连胜文阵营幕僚张硕文 主持人 大家晚安 主持人 媒体人周玉寇 大家好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戴席亲 大家好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徐家清 大家晚安 主持人 大家晚安 以及为我们追真向追到底的年代调查团 今天北前约谈的刘主义跟蔡壁主 更重要是什么 马总统下令 说在国民党的立宴党团成立一个什么 PK潜战的战斗小组 他们锁定了下礼拜要针对MG149 要火力前开 包括什么 下个礼拜一 安排台大议院的院长要亲自去说明 现在大家会注意到什么 整个国家的机器看起来是总动员的 这到底是会把柯文哲那个票赶走 还是积出同情票 我们后来追一下 另外很特别 民调现在看起来都是柯文哲领先 可是美国在来协会评估是什么 他们最新评估是什么 他连胜文会赢得最后台北市长的先行 原因是什么 就是南京基本上最后还是会出来投票 不要奇怪啊 你所有的民调摊出来看 国民党的南京大概有两到三成 到现在都是没有归队的 甚至有部分都已经跑去柯文哲那边了 AIT为什么这重要的评估 内幕在什么地方 我们还在追一下 那我们先请一万帮我们追一下 今天连科的这个大战 特别是北柬今天出手了 对行政有什么样的影响 来 好 柯文哲的MG149账户 现在不仅没有落幕 现在反而似乎是向上延 烧到了台大的402账户 而今天的最新消息是 检调以相当快速的动作 在今天早上九点半的时候 约谈了医务秘书刘如意 她工作呢 就是负责管理核销账户的 也就是外界所说的账房 而另外一个人 在上个礼拜已经约谈过了 她是台大的护理师兼 叶克摩的组长蔡壁如 今天卷调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要厘清MG149账户 里头的工账 私账 以及个人账运用的 还有和销的情形 而两个人在经过 两个小时的约谈之后 是双双被请回的 而是不是因为抓不到 MG149的把柄线 转向对台大的402账户 来进行开刀呢 大一定都还记得 在上个礼拜二的时候 省记长在立法院 是接受了质询 他能够是说到 台大的402账户 因为20多年来 没有依券募条款上报 疑似违反了公益券募条例 所以意思是说抓到了吗 因为台大的402账户有问题 连带底下的MG149账户 也有问题吗 而这时候相关单位 向卫福部就跳出来说了 卫福部说台大的专户 既然有受捐赠的事实 所以就应该要受 券募条款的规范 还说上级单位 教育部应该要来开罚 而教育部也反应相当的快 他们说他们将会派 阵风以及会计单位 前往了解 而我们前面看到 是不是行政单位动起来 而接下来党国机器也要积极的介入呢 就在今天国民党立委费宏泰 他今天一样在立法院 质询了审计部 并且要审计部迅速的查查 台大402以及MG149的账户 并且还语代威胁的说 一日不收集相关的资料 你审计部的预算 就没有过关的时候 而今天国民党团也证实了 在下个礼拜一 立法院的财政教育联席委员会 将会安排台大的院长来说明 MG149等相关账户的使用情况 好我们可以看到前面 对于MG149 剪刀单位是相当快速的动起来 而在后面对于台大402账户 是不是包括了国家机器 以及党国机器都全面启动了呢 当然我们是相当支持 如果有些疑虑就要进行调查 不过这样的追查 是不是让人感觉 都是针对柯文哲而来的呢 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样的氛围之下 是不是在年底的选举会让人觉得 有正反两面不同的效益呢 而在讨论之前先带来听听 对于这两个账户 今天最新的相关说法 您事先排练过吗 有决定在设计吗 好了好了好了 而且有交代手的设计 那么多人在关心的事情 你们不去把它查清楚 还在那边等着 还在那混 搞了那么久 你不去把它搞清楚啊 你们在混吃等死啊 我跟你讲 你什么时候收集完 你的预算什么时候过 你收集不完 我给你保证 我保证不会让你的预算过 我们巴不得把台大402 全部的账户公开来 然后你们就知道 MG149干净 还是其他300多个账户干净 400个账户干净 因为只有MG149在领权设定的办法 我们巴不得很快让检方就问完了就结案了嘛 因为对我们来讲最有利的状况 诶 徐欣 刚刚姚立明 姚总干是讲的 他巴不得什么 整个台大402全部都弹出来 更重要是马上讲一句话 赶快账户干对他们最有利 现在问题是 整个检调约谈对不对 连马总统都要求PK小指都要成立 这有可能真的像姚立明讲的账户吗 可是更重要是什么 你在民间跑对不对 像两种声音 有些国家机器全部都进来的时候 这到底是把 会激起这个柯文哲整个同情票呢 还是真的有些中间选民因为这个看了以后 觉得对柯文哲搞不好失望 票会跑掉啊 其实如果柯文哲整营认为说 像姚总干事所说的 早点结案对他们比较有利的话 那我反过来看 如果不结案 那就对连胜文有利吗 我想也未必 换言之 大家现在在质疑说 是不是党国所有的机器成立PK战斗小组 这个立法院开始轮番的炮轰咨询 要求审计部跟相关单位 包括卫福部包括教育部等等 要启动起来去了解 不管是402或MG149 这样的整个的动员 坦白讲 刚刚费鸿泰委员在立法院说 如果你们没有查清楚 我审计部预算不让你过 坦白讲对这样的做法 我是有点不同意见跟想法的 坦白讲我觉得审计部 如果他在职权范围之内 做得不够到位或预算的编列 有浮夸或不实的部分 立法委员行使预算审查的职权 该怎么审怎么审 我觉得这是应该的 可是如果把MG149账户的厘清 跟预算的审查画上等号 或甚至以此要挟的话 我觉得就选情来讲 未必是加分 这个是我自己的看法 当然我也不认为说 所谓的PK战斗小组 必然是一定是要用党国之力 去测查什么MG149相关账户 因为历次的选举 国民党中央一定都会成立 类似的PK小组 来做政策的辩护也好 做辅选机制也好 从中央到地方一向都有如此 那我们之前也成立了中央助选团 针对我们这次所有的 七合一或九合一的大选 来针对各县次的相关选举 来做辅选的动作 当然立法委员基于职权 不管是MG149相关的部会 有他们权责厘清的部分 该去厘清相关事实真相 我想我们都支持 包括今天的约谈相关的动作 我觉得只要有注意事实的 厘清跟真相的大白的话 我觉得这当然应该做 可是坦白讲我也很担心 到选前还是一个不清不足的仗 到最后连胜会不会 将他的选情反而受影响 反而同情柯文哲能大幅增加 或大家因为到底到投票当天 还搞不清楚 到底MG149有没有违法 是罗书雷讲的对 还是柯文哲公布的是事实 那如果变成一场混账的时候 坦白讲不管是司法的介入 或相关部会 如果没办法在第一时间 澄清的话 坦白讲到底对连胜文阵营 以及他的选情 是正面还是负面 我觉得这都还有待厘清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AIT评估说 连胜文当选的几率比较高 这个跟我们之前看到 周刊报导的地下赌盘的看法 似乎是蛮一致的 因为地下赌盘说 连胜文可以让10万票 换言之你如果赌连胜文赢 他如果赢99999票 你还赢不到钱 要赢10万票起跳 那坦白讲 现在连胜文的民调 之所以没有办法 有明显的起色 以及逼近柯文哲 或超越柯文哲 有很多过去来营支持者 变为隐性的选民 或是不愿意表态 甚至消极的可能在投票当天 不愿意出来投票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危机 如果不管是AIT 或地下的主头 我们认为说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蓝营不管透过组织动员 或各管的文心策略 甚至包括一些相关立法院的 动作在内 能够激起这些泛男选民的 危机意识 甚至让他们愿意 不管是含泪含恨 都愿意出来投下这神圣的一票 来支持国民党所提名的候选人 包括连胜文在内的话 我觉得这个部分国民党 真的不要辜负外界的期待 因为在我看来 以我们在基层所看到的部分 我们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我们现有的作为 足不足以唤醒 这些过去蓝营支持者 愿意再重新投下这一票 表达又大声地说出 他们支持连胜 或支持国民党 坦白讲我没有这么乐观 那我觉得这部分 我们还要再加把劲 家庭 今天大家注意的是 刘如意被约谈了 刘如意是最重要的上方 他今天穿戴是很特别的 你看戴一个衣服帽 然后戴一个口罩 他希望说不要被人家认出来 更重要的是什么 约谈完之后请回 对不对 检方讲不排除还要再次的征讯 包括柯文哲已经讲好几次说 我要主动去说明 今天法官第一次 没有 检方第一次讲话 依法来办你 原则上就说你如果真的要来 像三前要这样来的话 我是可以接受的 另外一个画面大家想象一下 刚刚姚立民说可以早一点停 早一点遮案对不对 下礼拜他想象一下画面 不是柯文哲或者谁 是台大医院的院长 为了这个事情被传到立法院去 显然这个事情就一路打到底 不是下礼拜什么PK小指一路打 就到投票前 11月29号 看起来这个案子就一直烧下去 齐凯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我看到这样子 不幸又让我回忆到2011年 那最后一两个月 宇昌案是怎么被打的 其实早在那2011年 我在6月就被邱毅告 告宇昌案 简直是莫名其妙坐在家里 被雷打到 对不对 然后今天这样同样的事情 我是很可以体会这些人的心情 刘毅如或蔡壁如 这些人 八字眉一撇的不相干的人 通通要为这个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台湾的选举 这么遏制 那其实老实讲 马总统就把这个话点名了 说要成立什么PK战斗小组 其实连营内 PK战斗小组早就开始了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连这个 包括蔡振元 包括费洪泰 包括罗淑雷 包括丁守忠 乃至于我们一大堆的 市议员李鑫等等的 早就在这个PK团队里面 只不过说 显然的PK团队还要再扩大 还要在党政不分 连政务官通通要加入 政务官还不只是所谓的 市政府的这些政务官 现在连中央的政务官 连最没有相关的 这个审计部的 这个相关的这个人 都要进来 那我觉得这个外面扯太大了 整个国家机器 就要为了一个连胜文的选举 我觉得台北市民 眼睛都很大 大家智商也很高 而且资讯也很充分 这样子玩有效吗 刚刚戴行星议员自己都讲了 对不对 我就不用多数 但是呢 我必须要讲 AIT为什么做这样的评估 它有它的道理 那我不是要长谁的志气 毕竟 毕竟你看看 这一次连胜文 一路从开始正式参选 被提名到今天为止 他每天都说 我的权贵身份 他每天都告诉大家 我的权贵身份 不是这样不是那样不是那样 可是他为什么 我现在要问就说 他是要选市长 他为什么要去学修机车 他为什么要学洗车 他为什么学猪肝汤 怎么怎么怎么 所以嘉芊你就没有看到他的本意 你只看到画面 重点在于 没关系 那个发言人 你稍微等一下再说 重点在于 今天选的是市长 为什么要搞Working stay 为什么要搞Long stay 台北市民缺乏Long stay 跟Working stay吗 以前Long stay是要演给谁看 演给台北市以外的市民看 说我马英九跟土地很接近 跟人民很接近 好歹人家也是真实演出 让媒体一路跟拍 对不对 现在的Working stay 一代不如一代 现在还不准媒体跟拍 还要自己的这个摄影小组 然后自己剪好以后 放在网路上 你们媒体就乖乖的来 网路上我空开的版本 这什么Working stay 所以我是觉得 没有关系 我祝福连胜文 他想要怎么玩就怎么玩 那是他们家的自由 那我的重点在于 柯P个人的选举胜负 是不是对他很重要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作为一个台北市民 中华民国的公民 我作为一个12年的议员 我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真的不禁要掉眼泪 从过去的宇昌案 我就看到国家机器 怎么样铺天盖地的 为了选举 不惜毁人的人格 不惜打掉台湾重要的产业 然后只为了个人胜选 今天又再一次的重演 而且这个重演 只不过为了一个地方型的选举 为了某一个竞选团队 然后我们这样国家又要铺天盖地 这国家没事情可以做吗 而且我必须要讲 刚刚执询的那一位废委员 对不起 他不是第一天当立委的 如果他认为审计部有问题 那他以前在睡觉 对不对 难道台大这个20年都存在的账户 你20年都不去注意 突然之间了 柯文哲要选举了 你就突然间把连院长都要挖出来 一起执询了 难道他在打人家脸的时候 他没有想想看 他讲这个话 自己是不是自己也要打脸 更何况你自己做立法委员几年了 然后你国民党执政几年了 现在总没有阿扁了吧 对不对 总没有阿扁说 怎么样怎么样 你们还可以拉阿扁出来吗 但我觉得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说 台北市民在这一次的选举 我们要正常一点 我们希望候选人正常一点 不要再有其他的外力来干预 而且我特别要讲一句话 我对检调 虽然是有点没信心 但是我对司法还有一点信心 这是两块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检调是操纵在立 这个所谓法务部 也就是行政部门的手里 但是司法院基本上还是有一个 独立审判的空间 所以我很希望 现在还在检调手里的这一块法务部 不要再运用这样的权势 如果真的有问题 就一刀给他毙命 而且我要讲 罗书类委员 一开始信誓旦旦的讲说 什么贪污 洗钱 逃漏税 他讲了几个多久了 一个月了 这三项有没有哪一项成立 如果没有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那如果有 那你怎么办不出来呢 所以这个国家不是无能 就是邪恶到了极点 那为什么会助长这样的结构 我讲最后一句话就好 AIT的评估是有道理的 因为这个邪恶的背后 有两个因素 第一 还有很多小朋友没有出来 第一个是 从中国还会有 8万到10万的台商 要飞回来投票 投票只会投给某一个人 不会投给另外科匹 第二个 还有郑南军 在等着那个口哨 那个口哨是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不知道 在某些地区 比方说中部南部 也许他这个口哨是 五个小朋友 但是呢 在台北 可能这个行不通 但是会有另外一种口哨的方式 所以到最后 AIT都在评估这种可能性 所以柯P自己也心里很清楚说 如果我现在的局势 不是相对赢很多 那我就是等着 这个最后的哨子一吹 我要怎么办呢 我觉得只有一件办法 看到香港的战中 台湾人民要守护自己的民主吧 不过力宏啊 其实我看到的是 国民党立委 哇 好大的官威啊 MG149给我查清楚 否则你预算别想过啊 这MG149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那大家也会问啊 那你比照办理吗 你要把金管会主委叫来啊 这个金管会TDR你好好查一查啊 这个所以你看 到目前为止 你确实会让老百姓觉得说 看起来你们在办这两个案子上面 继续确确确是有落差的 而且换个角度来看哦 如果今天审计部查出来 没有问题的话 国民党就会松手 就会不打了吗 那如果查出来有问题的话 那就表示审计部你待乎直守啊 这个时候你立委 反而要给他预算过 这合理吗 费洪泰啊 他常常有一个问题 他常常出手过重 会有反效果 还记得2008年的总统大选的 四傻事件 我不得不提 因为现在四傻出了两傻了 出来两傻了 就是说罗初雷打MG49 9月10号 帅已先出手 好 那这个费洪泰 现在也出来了 也就是说四傻报到两傻了 是 那你要知道 2008年四傻事件 国民党是压着这四个人出来 道歉 拘功道歉 还给他们党纪处分 还给他们停权党纪处分 大家还记得吧 哇 这出点很重 因为对马英九来讲 你们这四个笨蛋 你害我 所以啊 这个那时候网路上 还有很多蓝军的支持者 还写文章说 这个是绝对是谢阳廷设计的 设计这四傻入壳 所以四傻事件 显然会让人家觉得 出手太重 而且你还跑去人家的总部踢管 好 今天费洪泰要用职权 去要求审计部调查 我觉得合情合理 但是当他讲出去说 你什么时候告诉你什么时候查清楚 你什么时候预算会过 这个你看习清厉害 连习清作为一个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他都说他对这个东西 他无法接受 或者说他有意见 因为坐在那个嘴脸 看在一般人民心里头 对联盛文不是好事 反而会让人觉得 你国民党真的现在就是 就是全面出动了 国家机器都来了 党政军特 简教都来了 是不是 那你这样子真的会对联盛文 这选情有帮忙吗 我这样讲好了 这场选举 刚刚嘉庆说希望能够恢复正常 我说原木求鱼 这场台北市场选举 甚至这一次的 这个七合一选举走到今天 甚至到11月29号投票当天 不会再正常了 那是对马英九政权来讲 那是一个生死斗 他输不得的 所以你看 昨天在中常会 还可以跟谢立功 还可以跟这个叶光石讲 这个谢立功的证件 你全部给我吃下来 哇 我这好大的口气 你可以看出来就是 我现在完全不管社会观感 我就是要这样干 我为了政权 我无所不用其极了 所以今天会进一步传出来 马英九已经指示了 MG149就是给我打 不管有事没事 就是给我打 所以有马英九 这个算是绿灯一开 废宏泰立刻往前冲 对不对 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必须要讲 这样搞有效嘛 我们就要来看 就是你这样的动作诸首 到底会不会对选情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今天来掉个书袋 我先讲一句英文 这是杜鲁门曾经讲过的 但是这句话并不是杜鲁门创的 美国前总统杜鲁门 曾经讲过一个英文 If you can convince them confuse them 这句话翻成中文 就是说你如果没办法说服他们 你就让他们迷糊 好我们就来看 MG149从9月10号 我们罗书雷出手之后 打了三个礼拜 对选情没影响 甚至还出现了逆转 就是柯文哲越打越旺 换句话说 罗书雷出手那三个礼拜 其实是If you can convince them 你没办法让选民相信你 罗书雷讲的是真的 就没差别了嘛 那怎么办 现在后续的出手 就是confuse them 就是让大家迷糊了 你看 插成这个样子 你知道会真的 会让一些不明就里的人讲说 是不是真有问题啊 否则你看 教育部 卫福部 立法院 这个相关的单位 审计部 全部现在都要动员了 而且你看 立法院党团 找台大医院院长去 要干嘛 就是要修理他了嘛 就目的何在 目的就是要逼 你台大医院的院长说 我们台大医院402的 都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就是 就是MG149啦 如果这句话 就是他们要用的 同样的你看 今天飞鸿太 如果下礼拜台大院长 真的这样讲的话 那险情真的就很大冲击 那你那个飞鸿太 他今天不就是要逼 就是要逼这个 这个林庆龙 就是要讲 讲MG149有问题 是里外没问题嘛 就是反正 一切的错都是柯文哲的错 他们其实就是要得到 这一句话 然后借着这一句话 再来进行炒作 让选民迷糊嘛 有没有效 我这样讲好了 本来确实是蓝营的支持者 是不愿意表态的 甚至有人不愿意投票 好 那他甚至有些浅蓝的 还甚至愿意投柯文哲 这么一打了之后 也许浅蓝的不想投了 我有疑议 有疑问 我就本来要投不投 那这样子对柯文哲 就是一个损伤 尤其你想想看 国民党在台北市 本来就是基础雄厚 对不对 反正就比较大 如果当本来一些浅蓝的 要投柯文哲 而到后来望而却步 没有进投票所 那这下子 柯文哲一定受到影响 那你说打这种负面选举 会有效吗 我就举几个例子 公元2000年的新票案 你看也是一样 国家机器全面出笼 对宋楚瑜的盘 有没有影响 是有的 虽然宋楚瑜到后来是第二名 但是他把一些 本来就不想投给国民党 你要知道他投给宋楚瑜 就是因为 我已经不想投给连战了 那我不想投给连战的票 其实在那个时候 是政党轮替是确定的 就是大家不想要国民党了 不想要连战了 那在这些票源里头 本来是宋楚瑜遥遥领先 沉水扁第三嘛 但是当新票案一打之后 让对宋楚瑜的支持 产生了动摇 所以一部分跑去 支持了沉水扁 所以到后来宋楚瑜 是差了30万票嘛 不多 但是这30万票 就让宋楚瑜落选了 同样的状况 2012年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宇昌汉 不是法律问题 也不是变 但他可以打到那些 就是会犹豫的 就是哎呀 我不喜欢国民党政权 国民党政权做得不好 但是一发现 哎呀 你这个 你这个 这个所谓的宇昌汉 好像也讲不清楚 说不明白 还再加上这个 这个苏家全的农舍案 所以到后来 这些人也许不投了 甚至有的人回去投 马英九也说不定 所以好 蔡英文的总统 就这样擦身而过 这一次的状况 我认为国民党 因为国民党打这种 不是法律案 但是是道德跟观感的问题 很会打 你看从2000年打到现在 经验丰富 所以这一次 这个反正所有的触角 全面动 他就是要发挥这种 让他已经 我相信基本上 想投柯文哲 坚定投柯文哲的人 不会动摇 民调也反应是这样子 但是是那些 就是不表态的 猶疑的 可能本来是 柯文哲的潜在自身者的 可能在这样子打了之后 他跑掉了 那单单就这个 可能就是柯文哲 隐恨的地方 来来问一下寿文 那现在等于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司法 一个是社会观感这个问题 司法不是法治社会吗 当然如果觉得有问题 都该查 特别大家在瞩目的是什么 不是只有北检约了刘如意 下个礼拜一 台大医院的院长在立凡讲了什么话 会像立鸿讲的吗 他如果是认为柯文哲这个账户有问题的话 那是很大的一个冲击 可是大家讲 重一点是要看司法法治社会 是要看证据的 第二个是社会观感 你现在会不会担心 像很多人讲说什么 好像国家机器是进去了 你在讲没有说 这样继续打 可能某些中间险名或者潜然的 可能就不会投票给柯文哲 可是万一又激起一个同情票 你这不是说他是一个悲戏英雄 那不是很多票跑到柯文哲那边去了吗 其实我先回应这个刚刚佳青所讲的 对费鸿泰 他这样强烈的要求 是不是得当 那我要反问说 佳青说 我们台北市的联合医院 他们没有MG 什么多少的这个小账房 他们不是教学医院 对 当然 我说他没有这个小账房 那如果说 台北市有这个小账房 那你站在一个台北市议院 那你会不会像 这个费鸿泰这样子去要求 不管是不是在选举期间 你是不是得到这个讯息之后 你会去要求 这个相关单位要马上做调查 一样的嘛 同样的你觉得说 或许他的要求有比较强势一点 不过他这样做没有不对啊 每一个民意代表 他当他发现说有瑕疵 重大瑕疵的时候 不会因为说他要选举 或者是有多少人参与在里面 对不起那就不用指责台大 因为还有其他的教学医院 都有类似的账户 那他要全面做啊 荣总我们2003年的时候 立法院民进党团 他们是怎么检视这个荣总 那荣总他是因为他是民间单位 他不是公务人员 台大今天柯文哲所涉及的MG149 他是公务人员 荣总不是公务人员 荣总的院长有被起诉了 后来又判选 退府会的 他是退府会的 所以说他不是 退府会不是公务人员 他是广义的公务人员 可是他不是公务人员 不是啦 就法院判决出来所讲的嘛 你回去查清楚 这个民进党2003年追查的案子啊 同样的我们在追查 这个荣总的时候 那同样的标准 我们也这样子来调查台大也是对的啊 没有什么不对 费鸿泰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对啊 只要相关的单位可以去调查 把这个402下面的MG 不管多少 400个账户 该查的本来就应该查出来啊 那张会文委员要不要替他们背书 柯文哲不是说 他要主动去配合调查吗 如果查不到东西 联盛文要退选吗 联盛文要退选吗 退选什么 他为什么要退选 如果查不到东西 你今天这样加码进去 其实你自己也当过立委 你当立委的时候 怎么不好好去查这些东西 你们今天都当过立委的人 如果那时候有人跟我检举的话 那我一定调查啊 今天居然为了这个事情 如果说人家跟你检举 那你因为要选举 所以说你不去调查吗 其实我都赞成你们调查 但是你们不能只有调查一个台大 你要全面调查 今天你问林庆荣省记长的时候 应该是问他说 请问一下 全台湾所有的医疗 跟教学的单位 有没有类似这些账务 如果有请你全部调查 这样才对嘛 今天是要对置于雇面 不是只有针对 对不起哦 那少尉讲 他没有说只针对台大哦 审计部如果你没有厘台大402 跟MG19账户 就杯葛预算 他不是说 如果你没有查所有这些账户 我就杯葛预算 对不起 他讲的就是MG19 如果台大都查不清楚 你要他去查全国所有的单官 不是原木求鱼吗 不过确实这个是 有人检举 有拿到检举的东西 有明确的东西 那就是台大嘛 那你们又扯到说 金卫为什么不调查 扣解已经去告了 好几个月为什么不调查 有啊 我们怎么会知道说 他到底有没有调查 或许检调单位已经去调查 没有明确的证据 他们没有办法办下去嘛 那蔡壁如跟这个刘如意 今天被调查 那蔡壁如是很早就回去了 那刘如意为什么会 慢了两个小时 那刘如意他今天去的是讲了什么 从关键的52秒里面 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说 其实刘如意他是 应该就是那个录音的人 他一直想要去保护自己 他提的问题其实都蛮关键 而且这个关键的东西都跟 柯文哲是有相对的关系 可是当他提出问题的时候 一周端爆料那个整个录音带 52秒关键的东西 你说很有可能是刘如意 自己录大 我认为 他要自保的 那当然他是他想要自保嘛 那就是说他在问的东西 那蔡壁如会打断他关键的话 马上插嘴说教你怎么做 那你就怎么谈 那今天如果是检掉 有把这些东西釐清 那我觉得我们柯文哲还要去美国吗 他已经去日本了 他还要去美国吗 他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把402下面的M7149釐清 你现在出国 人家会说你是夹着尾巴跑掉的 他有被禁管吗 他有被禁管吗 如果他没有去禁管 他没有被禁管 他当然也可以出去 我只是站在他的立场建议他说 应该是把他说清楚 因为姚立民也说了嘛 姚立民说那没有关系啊 我们柯文哲也很愿意主动去报道嘛 那我们再谈回来说 这个光碟爆出来的同一天 姚立民柯文哲都说好 他要去报警 他要去提告 请问有提告有报警吗 没有 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去提告也没有去报警 对 我就告诉姚立民说啊 那没有关系啊 我听你破案啊 我听你破案啊 你把台大的监视器拿出来 那里面就看了一清二楚 谁进入你那个MG149里面的房间嘛 那就很清楚了嘛 柯文哲曾经反击说什么 他说他打下去会变成我一个人 跟整个国家机器在打 现在看起来他慢慢是成真了 你看 审计部是 审计长不是自己踩 他就讲到什么 台大没有问题 对 然后什么 是MG149是没有报备的 那现在他问啊 如果台大的医院的院长被调去 他也讲了类似的话 那这个话就整个就传开了 这个柯文哲老讲是非常不利的啊 那个是不可能的啦 这个MG149 它是这个402账户里的一个 小的这个账户 这是一个事实 只是你知道吗 就是说现在柯文哲说 他一个人对国家机器 那我不认为国家机器是全面的这么腐败 但是柯文哲面对的是一群集体绝望 然后全面恐慌 恐惧从动员的亢奋的反扑 其中张硕文也是一个 因为他前半段讲的话我听得懂 后半段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你前面讲费洪太那个部分 你说立法委员的职权行事 我接受 但是柯文费洪太今天是故意把话塞给林庆龙 他叫林庆龙讲402没有非法 他要叫林庆龙硬是掰说 MG149没有报备财政部 MG149干嘛要报备财政部 MG149是属于402 那个对话的过程当中根本就是陷人于罪 这是第一波 第二波 朔文你流落了一个你们的秘密 你刚才意思是说 那个录音带是刘如意自己录的 你意思是这样对不对 我推理的 不是推理 你们下一步连胜文阵营今天不够狠 晚报的头条应该是刘如意变污点真人 其实我也这么想 我真的这么想 所以这就是我活得比你久 所以我看走过的桥也比你走的路多 非常知道邪恶在哪里 你们国民党手下的连胜文这一批人 要摧毁国民党到什么程度 你们为了一个小混混选台北市市长 当年不把丁守宗弄出来 乱成一团一步错 处步步错万步错 要牺牲多少人 要牺牲党的形象 牺牲多少立法委员 今天戴希心头脑清楚 不投给连胜文的人是哪些人 20%持续在蓝营当中 这20%是什么人 是像我这种有理性的中产阶级 知道清廉的 知道要选出一个对台湾的愿景有希望 知道不能是代表权贵高高在上 不知民间疾苦的人 结果这20%的选民 他们所选出来的对象 包括像戴希心这种人 包括领域房 包括赖世宝 包括费洪台 你们这三位台北市的形象委员 自会虔诚到如此地步 你需要为一个连胜文做这样的事吗 这是我身为国民党的基层党员 觉得无法思议的一件事情 马英九总统要PK小组 做MG149的追踪 马总统 你的良心给狗吃了 2007年的时候 特别废案 当时被起诉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痛心疾受的 你没有感同身受吗 柯文哲的149案 MG149到目前为止 除了他那个白目讲的贪污 什么这个洗钱 跟那个什么逃漏税那个部分 没有看到任何他把钱拿到口袋里 马英九总统 你明年后年就要卸任了 你的历史定位已经被习近平的一国两制 打到地上变肉饼了 你唯一的一个历史定位 还是你不介入司法 你干干净净 如果你为了 我再讲一次 连圣文这样的人 要牺牲掉你自己一世的亲民 让国民党跟着打混战的话 那我真的是为 马英九的列祖列宗感到悲哀 至于AIT那是另外一回事 没有一个AIT的人 会愚蠢到去跟台湾的媒体 讲台湾的内政选举 我只能评论到这里 因为这是我的这个基本上的同意 我今天有倒是注意到晚报里面 他讲到一点很奇怪 他为什么要放这样的消息出来 他说其实打MG149 这个党跟政是不同调的 他说行政院其实并不赞成去打MG149 因为怕影响到台大整体的形象 但是党务系统是坚持要打下去的 不要让罗鼠蕾孤单 这个报道是这样写的 为什么会放这样子的话出来 如果这是真的的话 那可见的行政院也认为 这个案子根本就查不下去 那你现在变成说 发展到现在 大家会觉得 是不是你MG149你查不出来 所以你现在要动到台大的402的部分 那如果402你要证明它有问题之后 然后就反过来就证明MG149有问题 可是老百姓能接触这样的逻辑吗 昨天我特别有何鸿龙 担任这个连营的执行长做例子 其实他这个角色不重要 是背后党政机器介入了 当然是 他担任过民政局长 国民党市党部副主委 他知道怎么在台北市做组织战的动员 操盘者 背后是整个国家机器 行政院不重要 是国家机器党机器介入了 把里长跟司议员跟市长绑在一起 我要打压请教徐家军小姐 不知道贵党有把里长 司议员 市长绑在一起吗 如果没有你们要很小心 组织战如此 那宣传战 反手为攻 为位就造中央突破 指导台大医院的402 以及下属的MG149 我昨天比例再讲一次 就像非洲人为了要蜂蜜 不惜把蜂窝放一把火 让你逆风挥走 就要蜂蜜 那蜂蜜就是柯文哲了 今天当然是最关键还是这一点 大家一直谈 我还是把它标出来 马英九下令成立PK小组 这刚好证明 罗书磊对林佛旺所说的 党政高层 有所本 没有错吧 那就是马英九总统本能 下令 从幕后到台前 为什么特别强调到这一点 千万不要低估国民党的选举机器 他就是要逼出 目前在台北市没有表态的 泛男的三分之一选民 目前百分之十到十五的差距 要靠这个动员组织战 如果虽然动员出来 不上去才能赢 才让林斯文到达百分之五十一以上 当然是有风险 第一点 行政如果不中立 包括检查中立的话 会不会影响 已经在动摇的中间选民的动向 这我不敢下定论 但是也不要低估选民的独立判断力 我也公开呼吁两位 柯文哲跟姚立明两位 千万不要轻敌 不要太有自信 柯文医师总言说 台大医院是图腾 是吗 教宗都可以质疑 图腾是可以丢在地上的 当马桶的 我的意思是说 当国民党的车里 一定要逼台大医院 交出你柯文哲的时候 你还说台大医院是图腾吗 人心难测 第二 姚立明先生说 欢迎来查 今天有他照片 我的照片很清楚 欢迎来查 欢迎查 但是如果面被再怎么抖 都有灰尘呢 如果任何一笔钱 是从MG149 进入柯文哲的账户 检察官查出来怎么办呢 如果有的话 好 我们还是坚持 我个人这样说 请检察官 两点 勿忘勿重 程序正义 我们要检验这一点 你行政不中立就算了 那是拎到的事情 很难 很难要矫正过来 但是我们要 严格把关 检察官 有没有中立 有没有照程序 我们特别以 黄世民跟叶生帽做例子 自负盈亏 有光没手怕跑爱背 讲结论 行事 包括我看到今天 这是新新闻所公布的 台中市的民调 其实跟国民党内部 民调差不多了 不自强 这选情不乐观 尤其是台中市市区 这大院 不管是国民党或新新闻或相关媒体做的 也因为台中市的选情不乐观 国民党在台北市就有 输不起的绝对压力 他会不择这一切手段 昨天今天只是开始而已 这机器在动 党政机器在动 这样的话是 小三 没什么说话的余地 不用在乎他 他不重要 现在是 郑勇权的操盘 晚报这样写 马托克针下令 我们知道了 从今天到11月28号前夕 就是未来的选战主调在这里 我们媒体 我们分析 但是我再三强调 我们看紧检察官 要求 绝对不能有预约华丽的事 否则 你们就会变 黄世平第二 我要对这个检察官这样说 我们一方面看后续 不管是哪个单位 办的证据在什么地方 一方面看 真的会把柯勇权 打成悲剧英雄吗 另外今天有一个 一个蛮特别的新闻 我们请大家看一下 林胜文的竞选办公室 把他们总部前面 一下子借了28天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人说是妙招 有人说什么 是防止胖有些抗议吗 到底怎么回事 来我们好好追一下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 造势活动 可能会需要用到 这个马路的部分 这个是有 但是应该不是为了人家来 来抗议或者是 来做什么表达 应该不是这样子 我真的没有任何意见 他要做防守的动作 就好像他搬出地堡一样 我没有意见 这开始在问线文寿文 怎么回事 怎么一下子一口气戒了 戒了28天 太奇怪了吧 其实我们从总部 还没有成立之前 我们就接到几次的 这个抗议 那抗议者来 我们还是以礼相待 我们还是拿水出去 给他们喝 那所以说这个就排除说 我们是为了人家来抗议 那为什么会 就是申请28天 那其实因为我们的总部 他规模不大 就两个套天 套天 套天 所以说他的空间不大 然后我们的 这个一楼面对群众的部分 他那个地方 只要我们有任何活动 我们很容易太多人 挤到马路那边 所以说我们这样子去申请 其实是 是比较安全的 就不会去造成别人的 这个不方便 申请我们讨论这个是因为 一下子28天 这有点奇怪 所以你在讲说连抗议都怕吗 最有趣的是刚刚我们看了 刚姚立文的讲法 他故意都扯到地宝去了 明明要回答这个路前的问题 他为什么讲地宝的事情 老实讲 我觉得今天我看到连胜文 从参选以来到今天 我真的是觉得连胜文是 是不是他有两个不同的面貌 去年的此时此刻 他还指着马英九说 你这个大明王朝 丐帮帮主 今年的此时此刻 他跟马英九同台 弯腰拜托 称他气度恢宏 他为什么需要称总统气度恢宏呢 总统本来就气度恢宏啊 对不对 他还要刻意地称 显然的又意有所指 所以我意思就是说 连胜文动辄得救 但是动辄得救不是别人害他的 全部是他自己搞出来的 今天老实讲 为什么大家要去谈金卫 金卫这件事情老实说 带了总共45亿 还不是30亿而已 这个八家行库 带了45亿 这件事情本来也没什么人 太注意对不对 那其实金管会呢 好像也就放水过去了 那为什么事情又被注意 是他自己讲的嘛 因为他说我是财经高手 我很会投资 所以未来我当了市长 台北控股公司要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同时呢 又派PK小组的人出来 打人家柯P MG149 11人家起钱 贪污 逃漏税 那好啊 那你今来要问柯P是这样 那人家就说 那同样不要准来问你连胜文啊 对不对 那这个道理我真的是觉得 今天连胜文呢 他要不要借场地 借多久 我根本不在意 我只有一点要求 就是选举归选举 不要影响我台北市民的生活 工作 交通的动线就好了 因为毕竟连胜文的总部呢 是在这个中校东路的一段二段这个地方 很重要的路口 旁边就紧连着这个所谓的新生高架了 所以如果他要办活动 我也不认为这个地方很适合办活动 实在讲 这个是交通的重要路线 如果真的活动办下去了 那大家是怨声载道的 我想也不是连胜文乐于见到的 我先问Coco啦 Coco是有内幕对不对 你说当初搬离地堡的时候 是为了怕有朝运的运动 对不对 乌克官有这个运动 那姚立民都会把他扯在一起是什么 他的意思是什么 你申请28天 是连胜文的阵营什么 到现在都怕有人去抗议吗 基本上我觉得连胜文 他经不起某种这个检验的这种态势 是很令人不解的 换句话讲 他内心是蛮心虚的 像这个朝运这件事情 如果他还在地堡里面 因为你已经在地堡里 你说搬出去矫情 那就算是你的孩子需要这个奶奶爷爷照顾 其实这么近可以 这个交通又很方便 你要是真的待到10月4号 有很帅的 有这个小鬼的魅力的张硕文 手牵着手 从地堡走到仁爱路山段上 跟大家来面对面讨论 比你在PTT上 相名100次都有用 硕文 我一直搞不清楚 为什么连胜文44岁 跟个老头一样 见不得人 不敢跟群众这样讲话呢 这个很奇怪 他的选择几乎每一项都是错的 这个是让我们觉得 非常不以为然的地方 那你说那个28号以前你们 因为那个是忠孝东路的干道 你们这个活动做多了也惹人讨厌 因为那个地带 对不对 就是说他从火车站到那个东区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你管28天 82天都没用 虽然现在已经没有82天 你们应该从明天起就开始搞 所以这是一个虚的东西 连胜文常常搞一些跟事 不关紧要的一些活动在当中 那也不知道是哪些家伙给他出的这个收主意 你们那个里面一定是有间谍 要不然就是有收主意帮帮主 搞得他常常做错决定 你知道吗 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 那个已经跟他的选情是没有什么极大的关系 其实真正的我劝一句 还是在这个MG149 这个案子当中的国家机器的介入 我是连胜文的话 我开记者会 拜托国民党的立委 你们不要把司法卷入 求求你 曾永泉 不要让国家机器被损坏 我向我的选民们保证 我们司法绝不介入 我一定要求公正的处理一切事情 我告诉你 我都投给他 好 我补充一下 其实我们这个朝运 我们也没有刻意说要从地堡搬出来 那你搬出来没有想到10月4号是朝运吗 没脑袋 不 当然 你承认吧 不是 跟这个是两回事 因为本来就是这个小朋友 那为什么早不搬 还有妈妈 老婆 那因为圣文要长时间 所以说 工作时间 那都是假的 不管是真是假的 我顺便回家清刚刚所讲的 不管他的这个猪肝汤 或者是换机油 或者是洗 洗车子 因为你们看了 你对他就有先入为主 所以说你没有办法去看他 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他要表达什么 他的猪肝汤 他是那一天零下夜市 零下夜市 所有台北市里面 做的最好的一个夜市 他包括他的地沟 这个 回锅 回锅 帝哥 你知道 你知道 林下夜市 什么时候开始兴盛起来吗 你可能不知道 林下夜市 以前没有兴盛 是因为马英九 把那个圆 圆圆盖好以后 所有的餐饭都跑光了 因为圆圆做不起来 所以通通就自己在林下夜市 帅哥我跟你说 你们联盛文最大的问题 是他活到44岁了 要选台北市长 现在做的这些事情 都是台北市议员 选举的时候 应该彻底了解的 他太晚了 什么庶民生活 现在才知道 那个林下夜市 卖猪肝汤 吃乳肉饭 2月24号吃完以后 到现在也不见了 然后洗车子 还要穿一个 什么一个鞋子 我昨天有照片出来 今天再给你看 布鞋 一个布鞋 那么漂亮干净 谁洗车是穿布鞋 你们下次助理 注意一下好不好 要造假 一定要穿雨鞋 难怪我会被我们公投骂 就这样 小细节 就没有注意到 这就是联盛文的问题 他要选市长 结果他完全不了解明末 你刚刚讲的那些 那个猪肝汤 什么鸡油 洗车的这些阳光洗车 我们都是在 阳光洗车的地方洗 我们很小的时候 几年 几十年前 十几年前就知道了 那联盛文非要等到 选市长了 发觉他的权贵 是他的罩门之后 才开始要搬出地堡 要理解庶民 还一天两小时 还一次两小时 六天一次 所以说我刚刚 我讲的寇雪 没有把它听下去 不是 我听下去了 因为是你讲 我还愿意听 其他丑八怪讲 我才不要 找个时间到总部来 对啊 你要保证我的安全 今天还有一个重要新闻 虽然AIT说 林斯文可能会赢的 可是内访的消息 AIT的发言人已经正式否认 他们有这样的调查 否认的吗 你看 我就知道 他们不能介入选举啦 当然他可能否认是假的啦 也许他们真的有做到 但基本上AIT的发言人 是正式说 我跟你讲 他们没有做这样的调查 我跑外交这么久 他们在预估选情是前十天啦 好 好 国民 哎 林斯文到现在 已经要投票 剩下五十几天 对 两个月没搞啊 现在怎么会传出说 里面还在内论 而且牵着到什么小 小鬼帮的帮主张寿文 来来来 我先请仙妮 帮我们追一下 好 我们要看到的是 很多人很好奇的是 林斯文刚出来的时候 其实他的声势还蛮高的啊 怎么越靠近选举 越选却越辛苦呢 尤其是很多人知道 是他现在跟马总统 不是已经和好了吗 好奇怪喔 这民调怎么还是起不来呢 有没有可能跟林斯文 自己他的竞选内部呢 这圈圈啊 老是搞不定有关 先带您回忆到 在七月初的时候 传出了这么一个消息 也就是 林斯文的爸爸连战呢 为了要抢救儿子的选情啊 希望邀请着詹春博 来担任竞选总干事 不过这个消息 传出来的当中呢 就说 林斯文已经打枪了喔 因为他认为啊 应该是公子帮来主导 这老爷帮啊 不要来插手 不过这个消息 传到林斯文耳里呢 他对外做出澄清了 他表示说 这怎么感觉 很像是漫画里的情节啊 但他也说 印象当中 没有为了总干事的事情 来劳烦詹春博 果然啊 过没多久 这蔡正元就正式来担任总干事了 不过蔡正元的出现呢 好像也让公子帮 跟老爷帮的事情 浮上了台面 因为来看到啦 8月初的时候 又传出来一个消息 说这蔡正元一上任啊 就要大砍老爷帮 而且是用年纪来划分 真的还蛮残忍的 他说60岁以上的干部呢 或是领钱的退休党工啊 通通转入后援会 或是去当义工 如果有头衔的话 来全面接管战局 老爷帮以后不准下指导旗 不过对于这样的说法呢 蔡正元也表示了 他说啊 这就是他的个人领导风格啦 我们来看看最近 其实周刊当中就爆料啦 说其实啊 这公子帮当中呢 也来搞个小圈圈 而这小圈圈呢 就是小鬼帮 小鬼帮是全面有谁呢 都是一些年轻幕僚啊 据说还想懒工 因为未来呢 想要进到台北市政府来卡位 而自从呢 我们的来宾张硕文加入之后呢 说这小鬼帮呢 就希望张硕文 你来当老大来取代蔡正元 不过蔡正元 真的有这么容易被取代吗 我们来看到了 在昨天蔡正元有做出回应啊 他表示说啊 在总部里面 没有人敢跟我杠上 而且特别讲到了张硕文喔 他就说啦 张硕文呢 是把我当叔叔一样看待耶 而且还自己爆料说呢 有些时候呢 张硕文没有处理好啊 我当然就是要责怪他 而这种时候呢 硕文只能回答我 是老大 我下次会改善 你看看啦 小鬼帮的老大 看到蔡正元都还是要叫老大 所以蔡正元 真的是老大中的老大吗 我们当然等一下就请张硕文 来对我们来说明一下了 不过呢 在当中还有个消息 也让被大家很注意的是什么呢 欸 南部城 真的有所谓的小鬼帮 要进市府来卡位吗 而且好像不只是传言而已喔 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的来宾啊 在秦惠朱议员就爆料啦 说他早在一年半前 就跟着台北市政府官员聊天的时候呢 很多官员就讲到啦 他们很不希望联胜文出来选 而且也不希望联胜文会当选呢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因为啊 他们都知道呢 在联胜文身边啦 有一群人天天巴着 而巴着的原因就是 希望未来呢 能够进到市政府来当官 甚至呢 就专业的官员还表示了 说他们这一群呢 专业的局处首长 一定不会受到联胜文的重视 听起来不是还蛮心酸的吗 而且很多人要想的是 难道联胜文不重视专业这个部分吗 而且啊 你再回头看 现在光一个大连舰队 好像内部都瞧不定了 以后的台北市政府 可是比大连舰队还要复杂喔 那么联胜文有这个能力 来控制台北市政府吗 还是说真的要让小鬼 进到市政府当中呢 当然这也是很多台北市选民 心中的疑问 不过力宏啊 讲到联胜文身边 可能有一群人啊 现在要巴着他们 然后大家抢着卡位啊 希望将来进市府 能够有个关注 其实昨天这个 《易周刊》确实也有报道 所以他现在内斗很严重嘛 可是你看这整个团队啊 从之前的老爷帮公子帮斗 后来公子帮胜出之后 现在公子帮里头 又跑出来一个小鬼帮啊 当然等一下这个可以问朔文 可是从这一点来看 到底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 都以为你选战不到60天了 又传出内斗 然后到现在执行长 都还在换人 这是什么打法啊 确实啦 其实一直到现在 选前的这个 大概一个多月 这个总部的执行长 还换人 是很奇怪 应该可以算是挣钱换将了吧 那也显示出 联团队 联胜文人团队里头 确实有整合的问题 也就是说他从三个月前 一直在强调整合的问题 一直到现在 没有解决 好 那至于在杂志上 所弄出来的这些内容 我也觉得 这不会就是茶壶里的风暴嘛 有人就会有斗争嘛 是不是 尤其人那么多 反应蔡正元人缘不好而已 那张说文的人缘好多了 你知道他会跟那些公子哥 去唱歌 去 evangelic 去兵尸 对啊 那他这一点 当然你说那些年轻人 说实在的 都有一点公子哥的那种味道 当然喜欢张硕文 那蔡正元如果是要去压他们 你说说看 他们当然觉得说 这个人很难搞 所以我只能说 这个新闻只是表示 蔡正元人员不好 不过有一些问题 其实是连胜文的阵营 确实要去注意的 比如说像最近 像今天连胜文 又二度否认过 没有网军 对不对 结果他像蔡正元以前 去指控说 说那些批评他的 都是柯文哲的网军 结果现在反而被人家抓到了 你看这网络上 把这个连胜文的 这些办公室里头的IP权 弄出来了 这IP里头用了哪些画名 贴了哪些文章 什么时候贴 全部都把你查得清清楚楚 还有假借冯光远的支持者 去骂柯文哲的 如果你是连胜文的办公室 你要支持连胜文 你照理讲应该就 我挺连 对不对 你就官民正大 你为什么还去冒充 盲光远的支持者 去玩这些呢 那这些 你看都还有 网络上真的 反走过必留一下痕迹 就多一下子抓出来 还有很多公关账号 好 那是不是网军 就大家自己去评断 但是很奇怪 联胜文就一直要否认 说我们没网络 都被人家抓到了 你还要否认 同样的状况 其实 我还要再谈一下 因为前几天我也提到了 这个联胜文 为什么在这个 这次的香港战中运动 他的反应其实是 比马英九还不如 讲话 他真的不敢去得罪 好像也不敢得罪中国 也不敢挺香港 不过他讲得很实在 是不是很实在吗 不但我觉得软弱 为什么 因为他 他曾经参加那个 他曾经是那个 中国的促同组织 澳看台青年交流协会的 荣誉会长嘛 他们今天回应说 是人家硬加上去的 他没有同意 他没有同意吗 他完全没有同意 但是他还在红豆 师傅跟他们参训呢 家庆 一定有地方人邀请你说 你要来 你来当我们的荣誉 什么顾问 最高顾问 还是荣誉 我们的董事长一定都有 所以说不要用这样子 然后来扣上连胜文 他是什么亲宗 或请宗 这样不到的 没有人扣他 这个帽子他自己戴上去的 他没有戴 没有吗 他没有戴 而且好像 这个连胜文阵营的发言人 还讲说 他根本没有参加活动 好 我就来跟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参加活动 我这个人是 是有收集外国资料的 尤其连胜文的这些事情 这个澳门跟江西都有报道的 因为澳干台 就是澳门 干的是江西 所以这些相关新闻 你都找得到的 好 在成立大会当天 这连胜文就发表贺词 发表贺词 如果你真的觉得 人家是硬干给你的 硬带你的帽子 你干嘛还发表贺词 而代表连胜文 发表贺词的人 现在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 叫陈维德 不认识 你不认识 并不代表连胜文 不认识 对不对 那陈维德 还是现在的国民党 桃园龙潭 桃园县党部 龙潭分部的副主委 还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 吴木村都有办法 把这个连战 郝龙斌扯在一起 到东国上 那你是指控说 这位国民党中央委员 是假借连胜文的名义 去发表贺词吗 好 那如果说发表贺词 一次也就罢了 各位 2007年 澳干台 青年交流协会成立 2008年 来各位看一下 找一下资料 成立一周年之后 当然他们要办活动 这是澳门日报报道的 是 好 各位 又第二次的宣读贺词 你如果说是人家硬干给你的 都已经两年了 你还在宣读贺词 你还是给人家发贺词 那还强调 他希望进一步能够促进 澳台青年的事物交流 这些都是澳门媒体报道的 好 更好玩的是 来了 那如果你都觉得 你都没有参与活动 是人家硬贯给你的帽子 这又是澳门媒体报道的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 澳干台青年交流协会 他们在成立之后 是有到台湾来访问的 是有到台湾来访问的 而且 这个还应连胜文之邀 你看这下澳门日报 是怎么报道这个邀宴的 他说 晚上交流团受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 连战之子澳干台青年交流协会荣誉会会长连胜文的邀请 出席 在这个地点 红头石斧的晚宴 红豆石斧 但是澳门大概不晓得 红头红豆 所以就写红头石斧 在最后面 也就是说连胜文 还以荣誉会长的名义去请人家吃饭 是不是 而且还感谢 双妹们还互相表示好感 彼此感谢 如果真是人家印试安给你 你拒绝 那这样的互动记录 至少长达两年 那你还硬说 我没有参加 我一开始拒绝 那你除非一直讲澳门这些人 那收文回应一下 而且收文一定也要问你 怎么会弄出什么小鬼帮 而且替你当老大 要去取代蔡正元 你们内部有在内乱是不是 我跟他亦师亦友 跟蔡正元公投是亦师亦友 那就像刚刚我们扣姐说的 这个候选人去洗车 还穿这个布鞋 这就是我失职 失职这个蔡正元跟他一样 两个学长学妹 他们的观察力都非常的敏锐 所以说你纠正我 跟他纠正我一样 我都说是 我比他可爱 是 那其实 每一个选战 每一个阵营 他都有很多的增值 因为在政策或者是活动 他要拟定出来之前 都会有开会 那开会会大家会有增值 增值过后会有一个最圆满的东西 来呈现给候选人 候选人再呈现给选民 我觉得都是正常 那蔡公投他对每一组的要求 其实都蛮严的 包括有时候晚上一两点 他召集会议还是要去会议 他的赖有时候赖到三点四点 最晚应该是三点半 是不是太严格 人家就说要拥护新的帮主 找你去取代他了 一个总部他一定要有一个 严格拿着棍子的爸爸 当然也要有一个拿着糖果的妈妈 去把这些人秀到 那严格的爸爸拿棍子 只是要把他们一个总部里面的 不管是政策 文宣 新闻 要把东西追出来 这是正常的 我觉得完全是正常 那当然我是被归类当小鬼 我当然很好 我今年才十八位而已 你是拿着糖果的妈妈嘛 对不对 你是拿着糖果的妈妈 所以找大家去pop喝个酒啦 夜店聊天一下啦 虽然我看起来很像是夜店咖 不过因为我比较不喜欢那种 叮叮叮叮叮这种声音 所以说没有关系 我总部都打 或许那一天周刊上面的相片 是其中我们一个幕僚 他生日 那我们帮他过生日 就跑完县城帮他过生日 我觉得这样是OK的 那刚好那里面的人 全部都是小鬼 那又说 小鬼未来要进四福 去卡位 这个目前的这些小鬼 都有正当的工作 那他们也不是公子帮 也不是他 也不是任何的富二代 你看里面的所有人 完全不是 那有一些是在香港工作 有一些是在台湾工作 有一些在企业工作 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人 他们在他们的岗位 本来就是扮演一个 选举团队就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说你要扣上说他公子帮 然后搞掉这个老爷帮 然后要张素雯来取代 我怎么取代他 没有办法 蔡正元的角色 目前没有一个人 有办法去取代他 大哥这个新闻会引起大家这么多的注意 一方面是好玩 一方面是什么 大家注意这件事情是一周刊连续三播放的话 而且这消息显然都是从内部出来的 所以大家问两个问题 一个为什么老是有内部的人 把这东西放出来 第二是内部真的有内厚吗 所以才能搞到到目前为止 明明你应该是 在基本盘应该是在赢的 为什么南京到现在有两到三层 有些人还跑到柯文哲那边去 是不是跟你内厚 或者说你的战略是有问题的 刚才我有用笔坛私下请教 朔宜兄 他跟我讲名字 我不会讲的 您这内部的确有料白 不断透露消息 赶快去解决吧 蔡正英兄 他在林正英是有不可替代性 他的身份很简单 连家 包括连战 首席家臣幕僚丁执行官 他说了算 其实你们所披露的这些周刊 都是小恩小缘 不重要 不影响大局 要不要紧抓出来就该管了 连身份的致命落点有二 也就是阿基里斯角跟一 权贵形象 非之不去的梦魇 变成科本印象 这很难改 他不当选市长 胜败都还是这个形象 第二 这半年来 林世文先生的言性 跟现实的生活 跟现实的政治 怕举的历史例子 都有严重的落差跟差距 这都是至少丁守仲 或许天才不会换 其实在某种程度 客人这也是有类似状况 许天才就不会换 也因为这样形势逼人 还两个月 民调还差10到15% 你说国民党不会挤吗 已经挤到整个党 党中央介入 所以昨天就是一个起身炮了 组织战 全台湾台北市组织战 国民党最有效的 败族之虫 使而不僵 行之有年 大家太了解了 第二 文宣战为什么要请国民党籍的立委介入呢 第一点 他可以在国会牵制政务官 逼他表态 第二 立委的话语权他有 他不用向施言要选举 所以他本身可以在政论节目 也能够反制 你看最近还有不少台 也在开新节目 我用三国演义的比喻 林世文的确是阿斗 本来过去我是认为是 朱立仁就扮演赵子龙角色 现在朱立仁自己也不能太忙嘛 整个国民党党中央就是赵子龙介入的 上周926号 王金明院长的二审官司胜诉 我们大家解读 国民党一定会上诉不可 说是马云九的性格 官司照达政务照推 几天前博弈到一个参与此案的律师 他的解读才高招 高人参与此案的官司 他说如果国民党在王金明的二审官司 不上诉认输的话 10月1号 昨天 王世民的二审官司 开始出庭了 不要忘了他判一年两个月 如果王金明的官司不上诉 那王世民的官司未来二审三审 判一年两个月或更重呢 重点是 马云九总统卸任后就共同震换了 关键在此 好 各位为什么说提到这个王世民官司呢 如果台北市台中市国民党通通输 这两个战略要地 那2016的大选还要玩下去吗 崩盘 那么马卸任以后 朝中无人 那可是被起诉要入监狱的 你要从这个大事来看 联盛文的胜败 已经被马云九的身家性命问题 卸任后 马云九把自己跟联盛文绑在一起 他可能 如果胡志尚救不起来 他会救联盛文不可 我的结论就是 今天是 柯文哲跟马云九在对抗 马云九背后是党国机器 包括情绪系统 包括检调 所以现在柯文哲的对手 已经不是联盛文是马云九了 现在还没有习近平介入 因为他们最近盲香港问题 对不对 但姜敏坤是什么角色呢 他动员台商 台商有现金 有现金 对不对 还有大企业家 台湾的大企业总部都在台北市 你要看姜敏坤的角色 所以今天柯文哲的面对 整个是 马总统党党主席本人的 他的卸任后的问题 官司问题 告诉他整个国家机器 你要这样看 要危机一事 你才能打胜 不然照你目前的步骤 我觉得 泛男选民被吹回来 这可能性 至少从最近状态是出现的 不过我想先请教一下习青 以台北市过去的选票结构来看 蓝营现在大概有两到三成没有表态 那连胜文要用什么招数 才能够吸引蓝营的人愿意出来投这个票 昨天其实这个秦桧珠在我们这个节目里头是爆料 说他确实有听到市府员工有这样的一个声音 认为连胜文身边太多人扒着他要官位了 将来要分位子了 反而专业的这个官员不用了 有可能 所以现在台北市政府整个其实根本完全没有动起来 那你感受到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吗 所以连胜文现在连这个年终问问金都要提出来说 要完全恢复发放了 这对公务员来讲 这个是铁票一块有用吗 其实对刘思德蓝营的支持者 不管是两成或三成 其实我们刚刚细看 AIT的那个评估啊 不管他是真是假 相当有评估等于没评估嘛 如果换为刘思德选民连胜文会议 那不是废话吗 当然现在就是因为蓝营有些刘思的 所以连胜文才选得这么辛苦嘛 你是不是可能会换不回来 所以对啊 那就是不需要AIT去评估 我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评估啊 如果换不回来那连胜文就输了啊 换回来连胜文当然就赢面比较大嘛 那至于齐议员所爆料说 他说一年半前有官员说 不希望连胜文出来选 坦白讲一年半前 胜文选市长根本八字还没半遍 可是现在这个报道出来 说他身边那些人 确实是现在已经急着要卡位了 我坦白讲 那不会更有影响更大 我坦白讲 包括他讲说 有一群人巴的他将来想要入府当官 包括我们刚刚讲什么小鬼帮 什么总部内讧 在竞选总部 2000年我在报社 我主跑宋楚瑜张昭雄 这一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 任何竞选总部内部 在讨论不同议题不同策略 不同选战方针 一定有不同意见 一定有不同派系跟主张的人马 这些在任何竞选总部 不管蓝绿实属正常 重点是刚刚硕文说 包括刚刚中兴大哥说的 如果有人刻意把这些讯息 加油添处释放给特定媒体 去做传播 这里面不管是牵涉到所谓的廖北亚 还是有人为了要权力斗争 还是有人为了什么样特别的意图 这个才是值得重视的 你说任何竞选总部 包括科兵阵营在内 里面不可能一团和气的 一定有人有不同的想法 你说报纸不是也报了吗 他刚去日本 现在又要去美国 也有幕僚觉得说 现在去美国好吗 好像说我们选情很稳定 你去美国几天 好像都不影响选举 内部也会有讨论 那诸如此类的 你说蔡振元 跟我们硕文的角色 你刚从硕文里面的发言里面 这么的轻松愉快 我看不出他们两个中间有任何嫌隙 真的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你说局处首长 会不会有人说 不乐见连胜文出来选 还是说甚至居然还说 连胜文如果当选 一定不会重视专业局处首长 我觉得这个话 也对连胜文太不公平 而且失之武断 坦白讲任何人当选 包括科兵在内 但重点是市府里头 是不是确实有这样的一种氛围 以我的接触 确实也投不下这个票 坦白讲 我跟市府各局处首长 还有定点交情 我跟嘉庆一样 我们都当了12年的议员 不管是基层的市府同仁 或者是局处首长 来来去去 胜文自己以前在YOKA任内 也跟他们共事过 我真的感觉不出来 不要说政府官员 嘉欣自己都可以作证 胜文当时在YOKA董事长任内 包括面对绿营 很多无情的指控跟质询 各位记得他当初 接YOKA董事长的时候 民进党议员 有多少人用一些 什么样的词句来羞辱他吗 那时候有多少人 骂好龙兵是讨好廉家 为2016铺路 八部权贵吗 当然大家现在对于 联盛文在YOKA任内的表现 跟成绩 有人有质疑 跟不同的解读 这个我都尊重 但是我觉得 胜文也一样扛下来了 甚至他实体下 跟很多包括绿营在内 我负责任讲 他跟很多绿营的议员 其实实体下也有交集 大家互动也都很好 这都是事实啊 所以你说局处首长 当然我不敢讲 每个人都一定支持胜文 或说肯定他出来选 怎么样 当然一定有人有不同意见 但是你说 什么局处首长 一定不会受重视 或者说很多人不希望他出来选 我觉得这个绝非是实 或至少这只是少数 当然我觉得一个人出来选 能不能得到人家的认同 跟支持跟尊重 还是要回到他的基本面 到底他的相关的诉求 坦白讲 这些局处首长 或许有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 他也许不一定是蓝或绿 但他一定乐见希望 一个对台北市有远见的人 能够承担这样的责任 延续所有的市政建设 这个人当然不一定是联盛文 也不一定是柯文哲 但是这两个人如何证明 他们是大家心目中所主义的 未来对台北市的竞争力提升 是有帮助的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预考上很简单一个对比 马英九跟郝龙斌能够当选 就他至少南京里面 他应该至少拿到 八成五一样的选票 就跟柯文哲 现在拿到绿的八成五是一样的 那现在从美式民调 你就看到说什么 大概是五成五到六成 就表示他至少跑掉 两到三成的选票 那更严重是什么 有些票竟然还是 民调里面他跟你讲是 我不只不投你国民党 他还要去投柯文哲 所以大家问了这两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票 为什么不投连胜文 跑出去这是一个 第二个你剩下两个月 两个月五十八天 南领现在是急着在抢 退休的金工价 这个铁票他们要抢回去 马英九现在PK小组开始 这票就回来吗 就是连胜文是空包干嘛 连胜文他的学历那么好 是用什么换来的 哥伦比亚大学的JD 跟他过去的学业成绩 从小学中学到辅仁大学 有比例相符吗 完全比例不符啊 所以是捐款换来的 用钞票换来的 百分百 第二 用推理 第二 他的工作资历 从瑞士信贷银行 当这个被死换的 打砸的小工 他不愿意 辞了职之后 做记忆副总裁 2000年被人家辞退 为什么 因为他爸爸 没有当上总统 他自己还哭哭啼啼 接受新新闻的 访问的时候讲 他被践踏蹂躏 到2004年中间 他做Morgan Stanley 的这个 一个所谓副总裁 那个副总裁在台北 伦敦跟这个纽约之间 做这个sourcing 那个资金的副总裁 有这种副总裁吗 这种副总裁 据说就是前傅的儿子 钱国伟把他介绍进去 他说他做并购 做承销 到现在没有公布 一个案子给我们看 所以那是空包弹 他在经历哪里换来的 权贵之子嘛 他凭什么做出一副 44岁 比他同龄 同年代的年轻人 都有有为呢 这些都是假的啊 现在接下来 你讲2004年之后 他连筹钱 筹一个什么 Evenstar的这个资金 跟那个创投资金 还哭哭啼啼说 被践踏柔力弄了半天 才抽了700万美金 能力有那么强吗 摩根斯丹利训练出来 才投了700万的美金 对不对 请你不要中断我的谈话 有礼貌的小鬼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过去的这些资历 一直到他的 伊尔卡公司的董事长 习清 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郝龙斌 因为他是连赞的儿子 才请他 他为什么不请张奇凯 为什么不请周玉寇 为什么不请我们这些 什么调查团啊 别骗人了 就是因为他叫连赞的儿子 他可以做两年 然后进去伊尔卡公司董事长 号称说是转亏为盈 结果后来被人家翻出来 第一年他去以前 就已经有300万的盈余了嘛 那骗得那么大之后 终于最近又承认 他的一分十大 营运管理基金 全部都赔光光 200万变成只有2万 管理公司 基金赚钱 他没赚到啊 因为我看他财报里面 他拥有的基金 才123万啊 所以根本就是个空包蛋 这个空包蛋 靠了钞票 靠了权贵 连加一贯的手法 想要梦一个台北市的市长 哇 这个可真是非常大的美梦 我讲的是他胆大包天的一个首都市长梦 最后做不成了 想要用司法国家机器来玩 有这种玩法吗 你张所闻再遵从 再信奉这个连胜文 也有一丝真理 是非的基本吧 我们再回到那个 讲什么什么这个帮那个帮 这个帮那个帮啊 就证明他不是一个领导人 没有准备好做候选人 他根本没有准备好 他爸爸也没有让他准备好 为什么蔡振元是不可缺少的 因为蔡振元就是他嘛 他不懂得什么叫候选人 不懂得什么叫这个判断 不懂得什么叫决定嘛 搞了一个一直玩一直玩 一直骗一直骗 然后刚才又讲到什么 他喜欢否认 那是他的人格特质 他的人格特质 就是一个说谎的特质 从20万红酒变成4万 花花公子不认识这个派对 不认识他的同学宋耀明 到这个今天 他又不是那个什么什么协会的 这个相关的荣誉主席 这个小孩唯一的优点 就是嘴巴甜 唯一的优点就是鞠躬90度 唯一的优点连战的儿子 难道我们要因为这些理由 投他做台北市长吗 那流失的20%永远回不来 法学博士是不是一定就有律师执照 当然有律师执照 可以增加证明你的法学博士 可能货真价实 但是没有律师执照 也不代表这个法学博士 一定是凭关系拿来的 或是捐钱拿来 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些因果关系存在 就像他在财经 不管是摩根斯丹尼 当然这么大的机构 当然有些时候 他是看你的家事背景 或是你对他有什么注意 来决定要不要用你 当然他也有可能是用你的财经专益 或你有什么相关的执照 来决定要不要用你 那这职务的等级以及高下 以及你所负责的业务 当然跟你本身的条件有关系 我不敢讲 胜尾一定是靠他真材实学 或是有什么样的专业 当然如果他能够提出 像扣姐所指教的 有一些具体的时机 在这公司里面 能够证明说 他的确为公司有些付出 而不是因为凭他是连赞的儿子 得到这样的职务 以及能够证明 他的确有能力为公司做出贡献 有获利多少 这个当然会更据说服力一点 其他公布嘛 我觉得说这个部分 如果提出来的话 当然更据说服力 但是如果说用 什么事情都用合理的怀疑 就认为说一定是怎么样 我觉得社会可能也不见得公平 这不是合理的怀疑 就是金融圈 我问过非常多人 要替摩根斯丹利做事 里面有一个基本的 金融方面的专业的执照 我告诉你 你的履历表都扔不进去 这扣扣讲说那20% 这个蓝军的这个票 这不可能回来了 是这样子吗 然后呢这个马总统 没有那么大胆子 可是马总统明明就已经要组 PK小组 第一仗就是要针对MG149 再打了 那你再看 还有行政员现在也打算跟进 要放宽这个严重委员金的东西 感觉上好像马英九 现在确实跟马年薪姐 已经没有了 两个人已经合体了 是这样吗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20%还是不会回来吗 国家机器出龙 其实是双面刃 它有可能造成了 这个支持 或者柯文哲的力量 更加稳固 或者是也会产生一部分人的 同情的心态 好 但是我说过 就是说国家机器的好用 就是说 它会让柯文哲在未来 这一个多月里头 他几乎没办法再提出 任何正面的诉求 他每天必须陷在这个MG149里头 他是走不开来的 好 那另外 这连胜文 虽然他一直玩 一直玩 但至少他现在 你打他的精卫TDR 因为那是非常专业的东西 除非你有办法找到说 连胜文的亲戚朋友 他们都有精卫TDR 而且在最高点出托到坑杀股民 如果真的能找到这个证据 对吧 如果有的话 你就把它拿出来 他早就查到夫人同意 有人都在讲这个很无聊 但是这个不容易查 不是无聊 是无辜 无奈 这不容易查 但是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 走到今天 其实连胜文该注意到的 因为我相信连习欣都必须承认 我们观察选举 他参与选举这么久 台北市的国民党的市长候选人 会民调一路输 而且输到选前 现在已经 这不到两个月了 还在输 这是前手未见 应该讲至少这三十年来 应该没见过这种状况 何以至此 当然是跟连胜文的权贵形象有关 你说 那这个权贵形象 你怎么去解决 我觉得说连胜文到现在 在权贵的这一块 他始终还是绕在那里 你不要说我权贵 你不要说我权贵 我搬个家 但是他的帮法都让人家觉得很 因为利勇 你每天都讲最少三次以上 不会 你知道吗 所以说权贵只照在他的身边 你想想看 如果你从地堡搬到一瓶 你跟我说他就脱离权贵 那你也太小看一瓶了吧 对不对 一瓶大杂 那是四十年前的大豪宅 你如果每天去弄这个所谓的 这个walking stay 你只是用那个二十分钟的表演 你就以为说你可以去争取到 这些市井小民的认同 我都觉得把这场选举 想得太简单了 我想也许啦 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国民党在台北市的基础雄厚 但是关键还是在 那到底有多少蓝银的人 他是隐姓会出来投票 还是说这些蓝银 本来是蓝银的支持者 他就是不想出来投票了 如果就是说 这些人就是 我就是不投了 怎么样 我未必投柯文哲 但是我就是不投了 而这些人的人数 其实是非常庞大的情况底下 国民党最惨的状况 就是市议员为 也会选的不好 因为这些人不出来投了 我连国民党 我既然不投市长 我连市议员都未必投 其实有一若干 国民党的市议员 是担心这样子 那这是最差的状况 但如果说 国民党真的 就是组织力量到后来 完全都发挥出来了 我觉得他就还是想要 扣基本盘赢了 说实在这场选举 不到11月29号 我真的很难判断 因为你看不到的 还是看不到 不过还是 请苏文回答一下 那个奥干台 到底到底是他真的 他真的是 这个只是被挂名 那为什么我这边 有两三年的活动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刚刚已经跟你回过了 那他 那连胜文他本身对什么 叫促什么 促同 他是反对的 所以说他没有去接 那没有去接 为什么 我跟他 如果是两岸的互访 有朋友这样子来 我今天我去请他 也是一个理所当然的 不要用 说我因为去 他们来访 然后我请他吃个饭 就变成我是处同的成员 一直到现在他的相关资料 在中国开始有这样的记录 这样讲 这样太过了 这个再查一下 先问一下习亲 现在最重要是什么 马上要投票了 那连世纹现在民调就是输很多 这个在以前 在南京里面 在台北市没有 首都没有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大家问一个重要问题 那个票现在到底是跑到哪边去了 你在计程跑 这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然后最后的时间里面还要去挤吗 最后南京的选民是什么 真的是韩列会去投票吗 就冲出来 还弄到后来有些人是什么 我韩列有生气的 我还是不投啊 我觉得整个今年大半年的 所有台湾的社会氛围 跟很多的议题的操作 刚好都连世纹非常不利 本来你说年轻选票这一块 照理说啦 以他跟柯文哲两个人的 个人条件来做比较 没有理由 连世纹在年轻选票这一块 应该这么劣势到 2比8或甚至更差的一个状况 碰到太阳花学运 对 太阳花学运当然很多影响 太阳花学运这些年轻朋友们 固然他不见得支持绿营或支持民进党 但他对国民党的确产生了一些负面的观感 也因为这样子 连世纹作为国民党 在提名的台北市长候选人 的确他必须概括承受 这个是事实 再加上太阳花学运所关注的 白黑箱福茂这个议题 他刚好牵涉到两岸之间的一些交流 跟经贸的一些访问 以及两岸的未来合作计划 那连赞荣誉主席 刚好在这个部分过去 又扮演一定的角色 所以连世纹也必须概括承受 所以凡此种种包括 这些公司比较年轻 现在问题是有些 连他铁杆的部队都跑掉 对铁杆部队包括我们自己在中央执政的部分 的确 比如我们最近在讨论到 这个年终未问金的事情 是不是要恢复或是门槛放松 是不是牵涉到要绑选票 坦白讲我们在很多的眷村国宅 的确听到很多深蓝的选民 对年终未问金这件事情非常在意 他们不是不体谅国家财政有困难 他们不愿意做配合做改革 而是他们情感受到伤害 他们觉得国家财政如果有困难 也不是这两年的事情 为什么阿扁执政八年 都没有剥夺我的年终未问金 我支持你国民党2008年拿回政权 你一上任 你立法院还是多数 你居然配合着民进党 就把我的年终未问金给取消 他们觉得情感受到伤害 所以林市長喊说要恢复 那这样应该支持 因为你在选前做这样的动作 必然会引起所谓的收容人心 或者是买票的质疑 坦白讲这样的做法的确不是很高明 但是我也的确听到很多深蓝的选民 对于这一块国民党过去的执政 坦白讲我们的很多的改革 理念或许是对的 但是在配套措施跟作为跟沟通 以及给当事人应该有的尊重 跟替他们做辩护 的确做得很糟 也因为这样子我刚刚讲 不管是连胜文个人 或整个台湾的社会氛围 还有我们中央执政的部分 被大家所质疑 包括深蓝选民在内 这些种种因素 都对连胜文非常不利 所以才导致现在 民调一直处于落后状态 那我抱歉 到底在最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国民党整体结合在一起 到底怎么样能够唤起 这些流失掉选民的重新认同 让他们愿意投下这一票 再继续给国民党机会 这当然是高难度的挑战 连胜文跟他团队自己要努力 国民党中央也要努力 只有大家重置层层 朝向一致的目标 同时拿出具体的理由 以及具体的政策 来说服这些人 国民党还是能够为大家谋福利 国民党还是能够为台北市民 做出一番成績 这才有他的可能性 这个习近太替连胜文辩护了 他的年轻选票继续搭失血 在某一家电视台是 又跌了百分之二十二 二十二个百分点 那是因为一直玩一直玩 自己造成的 那连胜文还说这是尊重创意 一直玩一直玩应该是科文者 因为他去日本玩 他现在又要去美国 那个一直玩一直玩太好笑 很蠢 结果掉了二十二个百分点 中间大环境虽然不好 可是我请教习近 在前年的时候 为了那个年终会员金的 那个取消的时候 连胜文有出来替任何人讲话吗 他有站出来吗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 还有上节目啊 我还有为我们的这个 老士官们只有领一万八 两万的可怜的拿着信 你知道吗 一个血类的信告诉我说 马英九吃我的血 吃我的肉 我们在节目讲过多少次 连胜文他之所以选情 这个制药大崩盘 一方面是他的那种否认 说谎的性格的本色 就是靠包装出来的真相 空包蛋揭穿 第二他说错了多少话 讲了多少奇怪的 被他自己人都认为十分愚蠢的事 市政府要嵌到西区去 新生高价桥下面 要干嘛我也忘了 要做什么快速 新生高价要地下化 那些种种的 完全不合逻辑的事情 接下来台北控股公司 最近台北控股公司 因为有中国国际银行 国际开发银行的大股东 有环宇的 就是他老爸的 那个老爷帮的股东之后 他的人我还没听到 你们两个人颠倒是非 其他人帮他辩护 我听到张思刚这些人说 台北控股公司就算是不对 也可以 将来议会可以监督 记不记得那天上节目 徐家庆这个议员有在场 我听了觉得有这种 这种市长候选人吗 你对你的证件这么不负责吗 所以这个选举 大环境固然是原因 家庆现在最重要就是 就是那些票后来会不会再回流 像很多人看到 就是说柯文哲这票 看起来是很清楚的 现在只是说 国民党这一块 连赛这票为什么跑掉 回不回到 刚刚习青 他观察是很深刻 只是说最后 南军这些人 会因为退休进贡交这个事情 是因为蓝力对决 票就会回流吗 我回答一个问题就好了 这个 他去洗车 他洗了20分钟 然后他就回家了 你知道那个 后来洗车的那些小朋友 怎么跟我说吗 他说 他洗20分钟就回家 然后他要当市长 我是要洗一辈子的 这个落差太大了 你讲错了 为什么大部分的公务人员 到今天为止 我刚刚讲的家庆 你没有评下去吗 没有关系 你先让我讲完 这个是他们看到的感受 因为你的连胜文在宣传 因为我也在那边 是何德何能 可以领导我们 他们对于连胜文 要领导他们这件事情 是有疑虑的 那就更不要说 昨天我们的同事 请议员 有表达某些讯息 固然那个时间是过早 但是我举几个例子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台北市政府的官员 包括现在的政务官 或者事务官里面 对于这半年以来 连胜文所提出来的 各项证件 有给予同意的有几项 举得出来吗 反而是被打枪的一堆 包括他要把 社制打 对 包括还有他把什么 一兵要迁到南港 对不对 到这个山珠窟 等等相关的政策 通通是被我们 市政府的官员打枪的 甚至还说 对不起 我们这个早就在做了 可能他有所不知 所以我今天要讲这些话 就是说 连胜文连自己当过 优优卡董事长 而且到现在还挂着 金发会副主委的身份 而且各个局处首长的 这些官员都跟他报告过 很多市政府内部 相关的东西 他居然去开政见 还可以开这样子 跟自己背道而驰的东西 所以你就可以得知说 为什么到目前为止 这些选票出不来 但是我必须要说 有没有AIT的民调 我真的是质疑 为什么会放出这种讯息呢 是有谁 意图要用AIT来压大家说 我的民调不会输 所以请大家要相信我 我连圣文还是可以选得赢的 这才是关键之所在 但是我必须要说 今天的重点不在于什么 小鬼帮 公主帮 老爷帮 最大的帮就是盖帮自己 盖帮自己 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才是今天的关键之所在 所以连圣文呢 要不要也王子复仇一起 我不知道 但是他能不能给台北市民 一个希望 给那些小朋友们说 我洗完了这个车以后 未来我可以